有多个net地址 当我们要做这个区域合并 或者是做一些这些 其他的一些策略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在同一台路级上面 来配置多个net地址 而且在Gunos上面 其实在iOS上面也可以支持 就是在独立的接口上面 我们都可以配置不同的这样的net地址 然后让它通过这个接口 来跟该net的那些邻居 去交换ISIS这样一个路由 而不单纯指定警示 必须要配戴华人口上面去 配戴华人口上面去 只不过是一些经典的配置而已 好 然后最后跟OSPF一样 同样它需要选举一个DIS 那么OSPF它选举的是一个DR 那么看一些数可能知道 这个DIS是可抢夺的 而DR是可抢夺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有一张FastTrack 尽快的将这个概念 从就一些术语 主要是一些术语 就ISIS为什么很难 主要就是一些术语 IP里面再跟ISO里面不一样 那么我们总结一张表出来 当IP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 Router在ISIS里面 它们叫做IS中间系统 而主机它们叫做的是一个N System后台系统 然后ID我们是一个System ID 然后Mac address 那么这个如果你在以太网上面去跑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ISIS它是叫做一个SPLA SMPA 那么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一个Olife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那么在每一个可能说同一块以太网卡上面 它都会绑定多个这样子的一个建立多个ISIS的这样一个链接 那么你在查看OSPF这个ISIS数据库的时候 那你可以发现每一个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接口 它都会使用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下层的这样子的一个链路去标示 我们我现在使用的是R层上的每一条 就是把子链路subcircuit来去进行这个链接的 另外一个是这个数据包啊 这个帧啊这些就不用管它了 然后刚才我们说过这个LSA在ISIS里面叫做这个LSP 而AS在我们的ISIS里面我们把它叫做Routing Domain 那么骨干区域 那么在ISIS里面它将level2作为一个骨干区域 而这个非骨干区域 我们将它认为是一个level1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 那么这些应该都没有出问题 而下面是它的一些数据包的一些形式了 那么ISIS跟OSPF一样同样都有一个hello包 而IOSPF它在这个建立Adressions临界关系的初始化建立的时候 那么它会发送一个有mask发送一个滴滴包 然后在这个ISIS里面它是使用csmp来运行来使用 另外一个是这个link state的一个request 那么ISIS里面永远是使用这个psmp去进行这个确认 那么ISIS它只有这三种 ISIS它只有这三种刀 而下面这个确认以及这个更新包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它是使用LSP来去进行更新 而有时候也有兼职有时候psmp在某一些网络 这个链路上面它可能会兼职成为这样的一个确认包来达到一个可靠性的一个传输 因为我们都是我们知道这个路由协议应该是达到一个可靠性的 这些太过概念性的一些东西的话 我们先快点先过一遍 那么在这边的话是主要 在不同的这些ISIS包里面 这个TRV是它的一个重点 那么我们在讲ISIS的时候也会以这个TRV的类型来作为一条主线去进行这个 就是说介绍这个ISIS的这样一个路由协议 那么我们可以在因为Junos它内置的是一个对实时实时流量的这样一个监控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用monitor traffic 然后指定某一个接口 然后再加上这extensive这样的一个参数来监控某一个 机物理接口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些流量包 那么如果我们要监控这ISIS流量包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命令去查看相关的这些 TR传输过程中的一些TRV 它都会被显示出来 待会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抓到 因为这些东西是一个dirty work 一种很很很体力的一个活 那么它的信息量可能会很大 好 那我们从这个TRV开始吧 别那个什么 我们主要会介绍是从TRV 在这边是我们主要所考虑的一些TRV 而这个MT的就是多托普的这样TRV的话 我们在这边可以先不介绍 以及IPV6JTRV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先关注在IPV4的这样一些TRV上面去 那么第一部分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一个是TRV12129132以及137 那么我们从这个配置 我们一边配置一边看一下 它的TRV是怎么样去进行形成的 那么我们在Junals上面去配置TRV的话 跟在IOS上面配置是一模一样 首先要将某一个 Net的这样一个地址 配置到我们的一个接口上面去 那么你一般来说 我们是配置在还会接口上面 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说你有多个Net的话 你可以可选性的去配置到不同的物理接口上面 这个是允许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IOS上面 我们需要用一个叫什么IPRouter IS这样一个命令放在那些接口上面 同Junals一样 我们需要将这个接口 把它放到ISO这样一个地址族里面去 那么这个地址族来说的话 默认它是一个INET这样一个地址族 然后当我们在配置ISO的时候 我们要加一个ISO 那么你常见的这个还会加有时候 还需要加上MPR20这样一个地址族 完成了之后 那么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的初始化 初步配置就完成了第一步 然后下面这一步就是将某一些接口 发到放到我们的这个ISIS里面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某种情况下它会在level1和level2上面同时去运行我们的这个ISIS 那但是我们可以在某一些接口上面将这些邻居关系把它关闭掉 但是关闭邻居关系的话你要注意它是相反的 你想运行哪一个的话 那么你就把另外一个给disable掉 你譬如说 譬如说我们在这里是将GE这个接口放到level2里面去 然后我们就把level1把它disable掉 这个逻辑关系就注意一下 别到时候你想跑这个level2 然后结果把level2disable 好 那么我们先演示一下 那么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Dunos101010这样一个实验后补图 那么我们把这R1R3全部放到同一个区域里面 同一个ISIS acontecer 那麼我們先看一下這個R1R 那麼R1R來說的話在這裏詞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遼文雅的收集 我先看一下OSP 那我們先在R1上面去進行 我們先進行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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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配置一個例子 40.001 前面這個是area區域號 然後後面 然後,這邊 配置完之後到故底建門上面 Sans��� be spaces Neptune 我們現在是R1和R2之間 來先建立一個Isis的一個靈 delight 所以我們還要代是不是 然后设置前赞明了iPhone就可以了 之后同样的一个配置应用在这里 啊上这个下 这个应该配置不短 赞明了iPhone 走好 当我们配置完这样一个接口之后 我们将这个接口放到ISIS席里面去 ISIS217 1.12 然后是level 因为现在我们两个都是属于49.01这样的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可以将Level2在我们的方式给挂地掉 让它仅仅建立Level1的上升 我们就会用Level2比较有时 之后你设计R,Level2比较有时 可以设计R,Level3,R,Level2比较有时 OK,我们truck一下 因为这时间比较紧 所以我似乎稍微快一点